你 希 在船上和你过夜之后 发现我们结婚是真的之后 发现你怀孕 发现和周展合作会回了公司 发现你能晕倒 我都害怕过 但是害怕解决不了问题啊 这点我早就知道 我害怕父母离开我 但是他们还是离开我了 我害怕做饱事情被骂 可是这样 也不会让我把事情做得更好 既然是这样 我干吗让别人看出来我的心情呢 既然没有人帮我分担 那倒不如把自己藏起来 原来 觉得做一个小透明 却够惨的了 像你这样把自己包围成铜枪铁壁 也不好受 陈嘉賢 我说这些 可不是为了让你同情我啊 我哪有资格同情你啊 以后 你要是再害怕 就不要一个人忍着了 你可以跟我说 就像两个人看恐怖电影 两个人一起尖叫 总比一个人下得半死好吧 在外面 在外面 你想装得坚强一些 就坚强一些 想装得 酷一点 凶一点 都没关系 但至少回到家 你不用再强装了 你不用再强装了 可以跟我说 不用这么悲伤的回忆 都带着微笑讲 西野 我愿意陪你分担你的悲伤 至少 至少 我们 算是 家人吧 西野 大晚上 干吗要说这种话 因为 因为 是你第一次 跟我说你的心事 我感觉 我们的距离好像拉近了 我们知道彼此的命运 其实我挺害怕的 别怕 有我 我怕的就是你 我 我怕我 习惯了现在的生活 习惯了 和你在一起 你 我 又说你 你不会有什么 也不会有什么 你不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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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和小西米 小西米爸爸 从此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你看了我的许元台 小西米妈妈 我们一起 给小西米一个完整的家好吗 可是 我们的离婚协议书 离婚协议 确实是我做过最准的事了 那个时候 我总想着保护好自己 想结婚还给你撇清 是我太自私了 所以这一次 我要修改我们的离婚协议 改成 我 小西米的爸爸 王熙逸 从今天开始 要照顾好 小西米的妈妈陈嘉欣 真心真意地对待她 让她 安心地生下小西米 安心地 陪小西米一起长大 小偷鸣 也不再是小偷鸣 他变得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亮 我们可以一起规划小西米的未来 一起 过着像现在一样 幸福快乐的生活 在哪儿啊这是 甲方啊 马上见到妈妈了啊 老婆 姐夫 嘉欣 你怎么来了 我要来找 找找找你姐啊 你怎么来了 老婆 你走了以后甲方天天哭 我这也不会照顾 这不是就租了个船 咱找你了 最主要是想你 对了 嘉欣今天过生日嘛 对 带给她蛋糕过来 谢谢姐夫 谢谢 嘉欣 我姐夫走之前跟我说说 家里有蟑螂 真的假的 我要买个杀虫器去啊 什么杀虫器 妈 她是怕家里有蟑螂 谁说的呀 我怕家里有蟑螂了 行了 这家里挺干净的 我当初租下这两居室 就是怕 就是怕你们小两口 要是吵架了 嘉欣还有个地儿去 还好今天不是因为这个 行了 快睡吧 那你也早点休息 麻烦 晚安 嘉欣的离婚协议准备作废 这可是你小的说的啊 小的决定就别改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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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